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昏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七百三十九集 行了 吃汤圆了 陆勤往他嘴里塞了个汤圆 堵住他 陆又玲把勺子拿过来 也给他喂了一个 老婆 你也吃一个 来来来 慢慢吃 别噎着喽 哎 我小宝贝 宋卿城翻了个白眼 这到底是谁在修恩爱呀 你们先忙 我下去看看 哎 小四 你汤圆还没吃呢 把汤圆吃了再走 继母连忙拦住他 端起桌上的碗 刚好 里面还有两个 哦 正好还有两个 你跟这个小姑娘一人一个 从此都顺顺利利 平平安安的 阿姨 我不吃甜食的 陆白委婉地拒绝 事实上 他现在忌口非常严谨 那白叔叔 吃甜食会开心呢 小包子 不知道什么时候冒了出来 那就麻烦 帮叔叔吃了这汤圆 好不好 陆白弯下腰去 轻声细语地跟孩子说 小包子有点纠结 看了看旁边的余孝 又看看自己 似乎很是为难 可是 我跟这个漂亮阿姨 好像不合适呢 什么不合适啊 你看我还这么小 只是个小妹妹 这位姐姐那么大 跟大白叔叔才般配 小包子认真地说道 陆白无言 摸了摸孩子的头 无奈这下 只好把汤圆给吃了 小包子高兴地直拍手 大白叔叔吃了汤圆 很快就可以和漂亮阿姨 给我生个小妹妹了 宋麻烦 你都多少个小妹妹了 居然还敢要 哦 我算一下 小包子把重点 放在前面那句声了 然后一本正经地 掰着手指头 开始算起来 干妈肚子里一个 咕咕肚子里两个 陆阿姨的肚子里 也是两个 将来二叔加一个 三叔加一个 大白叔叔加一个 哦 对 还有宋麻咪肚子里一个 数到这里 小包子眨巴眨巴眼睛 哦 我刚刚数到几个了 臭小子 再敢惦记小妹妹 揍扁你 季先生毫不留情地 把小包子给提了出去 陆白被小包子逗乐了 不过 他跟着先离开了 走到门口 就听到季母说道 小姑娘 这个是你的了 于笑自始至终就站在那 像个木头人一样 季母跟她说话 她才回了回神 只是 屋里已经看不到陆白了 她走了 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走了 于笑从季母手中 将碗接过来 看着碗里最后一个汤圆 就如同 现在的她 一个人 无依无靠 孤苦伶仃 突然鼻子一酸 眼眶泛出一层炙热 含着泪将汤圆吃了下去 吃下去 就会团圆了吧 吃下去 应该就是会团圆了 可是 汤圆明明是甜的 她吃在嘴里 为什么却是苦涩的呢 婚礼准时开始 随着婚礼进行曲奏响 一对碧人 踩着洁白的花瓣 在无数的祝福下 缓缓走入众人的视线中 婚礼现场 统一以白色搭建 象征着 纯洁和永恒 台上 牧师庄严肃目地 宣读着神圣的誓言 宋青城小姐 你是否愿意 与纪正庭先生 结为合法夫妻 与他在神圣的婚约中 共同生活 无论疾病或健康 贫穷或富有 你都始终愿意与他 相亲相爱 一生一世 不离不弃 美丽的新娘面含娇笑 看向身旁男人的眼里 充满了迷恋 崇拜 喜悦和感动 这一刻 就像做梦一样 可是 明明又那么真实 我愿意 最后 他给出内心 最真诚和坚定的答案 三个字迎来一片掌声 紧接着 神父又转向新郎 纪正庭先生 你是否愿意 与宋青城小姐 结为合法夫妻 与她在神圣的婚约中 共同生活 无论疾病或健康 贫穷或富有 你始终都与她 相亲相爱 一生一世 不离不弃 英俊的新郎 与余孝后面一排 中间隔了几个位置 陆家的其他兄弟 都坐在前面 他是刻意要 调到后面坐的 只有这样 他才能像此刻这样 肆无忌惮地 看着余孝 从婚礼开始 陆白的眼里 就只有他 从陆白的角度 看到的 是一张美丽 又精致的侧眼 余孝是那么美 那么孤独 陆白在心底 默默地对余孝说 如果他能度过 这三个月的观察期 他就给她一个解释 但如果不能 那他们 只能从此末路 到了抛新娘捧花的环节 洁白的花束 在空中翻转了几圈 一群年轻的女孩子 抢着伸手去接 结果 花束最后 却不偏不倚地 落在了余孝怀里 余孝被花束突然砸中 显然是惊到了 继而有些意外 台上 宋卿尘对余孝在校 其实 他并非是有意丢给余孝的 纯属是缘分 余孝也朝宋卿尘 微微一笑 笑容里带着感谢 一场世纪婚礼 在众人的掌声和祝福中 圆满落幕 今天的婚礼盛宴 一直会持续到晚上 午餐之后 所有前来参加婚礼的宾客 手持请柬 可以在酒店内 享受店内所有服务 有人在午餐后 哪个小房间小气一会儿 有人在酒店的公园里散散步 享受一下至尊酒店的尊贵和豪气 也有人去唱歌 打牌 泡澡 按摩 健身 各种各样的娱乐项目 一应俱全 陆玉跟朋友打了招呼后 转眼就发现 一群人都不见了 这 组团溜了 说好待会儿一起玩牌的呢 肯定是不想带他玩 把他给撇下了 不行 一定要去找到他们 陆玉火急火燎的到处找人 打听到他们都在贵宾区 他就一头冲了过去 因为跑得太快 转弯的时候 眼前一黑 想刹车完全来不及 紧接着 一头栽进了一个铜枪铁壁上 一阵头晕目眩 陆玉捂着脑门 缓解了好一会儿 这才缓过神来 继而 眼底看到一双男人的脚 心中顿时火大 开口就骂 你这个人走了没整